各位观众好,我是思雨 安华上任成为首相的第一场记者会就信心满满的说 他掌握了国阵和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等等各政党的支持 甚至可以在国会开会第一天就接受信任动议的考验 那他身为首相的这个职位真的稳了吗? 他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差错而称为波角首相呢? 我们马上来听听政治学者潘永强的记事点评 永强你好,你认为安华这一次担任首相 会不会出现什么闪失或者是危机? 他这个地位是稳了吗? 是的,如果从昨天安华透露的这个讯息 他这个新政府主要是三大阵营 那么这三大阵营合在一起的话 国会议员的人数接近140个 即使没有超过三分之二 但是以一个内阁制的政府来说 他已经超出过半有余了 所以相信这个政府在短期内还是稳定的 除非是里面有某些阵营 因为一些政策或者是主张不合而推出 那么短期来看 武统应该还是会留在政府里面 因为如果武统要撤离或者是要推出这个体制或者这个内阁 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更好的一个趋向 所以我相信安华短期内还是稳定的 分析这一次开票业之后的种种谈判和政治举动 希望联盟他们做对了什么 而国盟他们又做错了什么才会产生今天的局面呢 希望联盟他在这个组织政府的过程里面 他有几个优势是其他阵营所缺乏的 第一就是他掌握国会的最多 就是说他是一个最大的阵营 即使还没有过半 但是他在这个人数上 他是一个最大的阵营 他有83个人 82个人 然后所以当这个组阁的时候 不管如何 这个王室或者是最高援手 在姿态上也要去接触 或者给于这个西蒙组成政府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是最大的阵营 那么其次就是西蒙比较占客观优势的 他这个阵营是具有多元性 他涵盖不同的族群 即使是马来国会议员 他也有不少的人数 加上他有东马的国会议员 因为西蒙在东马是参加精选 而且有得到胜选的国会议员 后来瓦利山民兴党也支持安华 所以他有比较属于 夸族群的多元性的背景 以及全国的名义基础 他在东马也有得到选票 那么这些优势是不可否定的 所以在市场上 或者是对这个外资 他们也比较期待 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多元的政府 能够执政 在这个组合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这个谈判 交易或者是一些交换条件 总体上西望年 是用一个比较务实 或者比较谨慎的姿态去处理 也减少那种高调 包括民主行动党 最后也采取一个相对 这个妥协性的立场 或者是愿意做出很多的让步 这个让步跟妥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争取盟友的时候 你不能够把姿态放得太高 这个是希望人门方面的一些举措了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两个关键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关键是 就是国盟发生的误判 或者母帝殿自信过高 如果我们回顾 这个11月19号开票的晚上 或者是20号的凌晨 国盟母帝殿阵营 它率先召开一个记者会 那个记者会 母帝殿是以一个胜利的姿态 或者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姿态 来宣告他要准备组成政府 而且当时他口头上也透露 他已经取得王公的来韩 这是一个比较意气风发的时刻 尽管当时候国盟 他不是最大阵营 可是他以胜利者的姿态 而且让很多社会感到震撼 就是伊斯兰党在这个选举里面崛起 甚至发生了展开的伊斯兰海啸 这个其实是对马来西亚社会 带来的一些震撼的作用 那么问题是这个母帝殿 他自信过高 或者是他的政治豪赌的心格 又再度显露出来 他就用一个比较高调的姿态 准备组成政府 那可是 可是这里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君主立先的制度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或者是国家援手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采取了一些明确的态度 他的态度 主要是他要求或者是他主张建立一个 有包容性的政府 在这个援手召见安瓦跟威廷之后 安瓦在王公外面跟记者 用口头上透露这个讯息 这个是王公的文告没有透露的 就是未来的新政府希望能成信 这个是最高援手开出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这个条件是确实的话 那么明显的形式就对姆态不利了 就对这个国盟不利了 因为国盟不具有包容性 不具有多元性 所以姆态从开始是一期风发 后来有做出一些误判 他到最后一个时刻 他还拿着115个人的宣誓书 扬言他取得多数 可是他忘记了 政治形势每天都发生变化 之前给他宣誓书的这些国会议员 后来陆续这个立场都有改变了 包括这个Salawa的GPS 还有据说曾经签署 这个宣誓书的10个国阵的成员党 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西蒙其实他也没有一身的把握 在开票当天晚上 安华的记者会其实是受到挫败的 或者是有一点沮丧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Muhidin有误判 有犯了一些超知过急的错误 另外就是王室发挥了一些稳定的作用 或者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自己再补充一点就是说 在Muhidin第一次祖阁 当然首相的时候 其实他某种程度上 有误导了王室 有误导了最高援手 2020年2月的时候 Muhidin其实没有足够的国会多数 可是他可能在一些讯息上 误导了国家援手 结果他顺利的组合 可是Muhidin上台之后 不敢召开国会进行新任投票 他一直回避 甚至在2020年的5月份 他只召开一天的国会会议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那么过后他就一直回避 甚至最后 他不惜拿出这个紧急状态 来终止这个国会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社会上相当多的人 是看得出来 包括国家元首 Muhidin在冷数上 是不够的 他没有过半数的 可是他就把持着政府 然后就做出很多权力的操纵 所以到了这一轮阻隔 我相信王氏 或者国家元首 他会更加谨慎 或者是他对Muhidin 所宣称的这个人数 会更加保留 所以这些发展 跟一个过程 我相信 可以让我们稍微了解 最后安华可以阻隔 他有很多这个应数来决定的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扎西他在安华宣示 就任首相的时候 表情非常开心的 跟安华打招呼等等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 国阵或者是巫统 还有扎西 他们为什么会愿意 和安华合作呢 那西蒙以及安华 他有没有可能因此需要付出哪一些代价呢 OK 这一次的这个组隔的过程 那个武统主席 Sahid 他真的是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果不是他在武统党内 一直的推动 或者是说在武统党内 可以持续的去展开这个布局 那可能最后的发展 还是有不同的面貌的 那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 为什么武统会选择希望联盟呢 这是跟武统的战略处境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大选之前 我也曾经有提过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选后是没有阵营给过半数 需要组成联合政府的话 也许武统会选择西蒙 而不是国蒙 不是母帝令 因为对于武统来说 如果他支持母帝令组成政府 就意味着土著团结党 下来就会在征坛上存活 或者是有一段时期他会壮大 发展组织 那国盟或者是土著团结党 跟武统是彼此重叠的 他的选区他的选民 他的这个选票市场是重叠的 所以对武统来说 最好的一个发展 就是在选战里面 打败土著团结党 让他从此消失 可是你打不败他 你这一次选举 没有办法把他打死 那你还要跟他组成政府的话 就等于让这个土著团结党 有一个滋养 有一个崛起 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未来 强大的一个空间 对武统战略上是不利的 那相对来说 选择希望联盟 武统就可以重新取回 一个反攻的角色 他跟希望联盟合作 一方面他会改善 在华人选民心目中的一些形象 那未来也许他可以 取得一些华人选票的回流 那么第二点就是 他在希望联盟这个阵营里面 有明确的分工跟区隔 他的角色可以跟西蒙其他政党 有一个明显的区隔 公正党是主攻 这个城市的马来中产阶级 或者是温和派的伊斯兰 那么武统就是传统的 乡区马来人 或者是比较民族主义的马来选民 那么他跟公正党 他跟诚信党 其实是没有重叠的 在政党的定位上 是更加明确的分工 用这个姿态 用这个战略位置 来跟土著团结党 那么从武统长期的战略思维来讲 这个可能更加有力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Najib本身的面子书 他也发出这个讯息 就是武统不要看短期的利益 要看长期的战略需要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沙耶哈密地 最后请向这个希望联盟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属于个人的 或者是关系上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安华跟沙耶哈密地 长期是有互动的 即使他们不在同一个阵营 他们还是有联系的 所以这种协调跟配合 选后同时组成联合政府 应该在选举之前 两个阵营 或者至少两个领袖 本身是有一些默契的 政治本身是充满妥协 或者是充满需要协调的空间的 特别是在我们这种 西领市的内阁制 议会内阁制 最后会导致政党政治 走向温和 走上协商的道路 或者彼此需要妥协 跟交换 从这个事实上来讲 如果没有这些协调跟沟通 或者是妥协 那么这个政府 也可能不容易 跨越这个僵局 这个是我们这个选举制度 跟这个宣政体制 必然会造成 这种党派之间的妥协 如果过度僵持 在自己的一个立场 那么可能最后这个僵局 是没有办法打破的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 从社会的观感 从市场上的反应 从外资的这个态度来讲 他们是乐意看到 这个希望联盟跟国阵 组成政府的 因为希望联盟是代表一个 比较相对进步的 多元的力量 那么国阵 它过去有长期的执政的经验 有这个财经的经验 加上国阵本身 是一个保守的阵营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 这个多元性 因为它长期也有跟 其他族群政党合作 反而这个国盟 是相对比较保守 忧情或者是极端的 所以社会跟这个企业界 它宁可看到 西盟跟国阵 组成政府 一个进步的力量 确保未来 政策上 或者是国家发展上 会有一些改革 同时也有一股 相对来说是比较中间的力量 不至于太过极端的 马来民族主义 在政府里面 它会确保政治稳定 因为这个政权 其实正如 国家皇宫的一些态度 它可以给安华作首相 它可以给西方联盟 但是它需要西方联盟 寻找一个马来政党来合作 西马的马来政党来合作 那么如此一来 才可以让这个马来社会 有安全感 或者是比较方心 那么你要寻找一个 马来政党来合作 你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武统 一个是这个国盟 或者是土著团结党 那么两权相害取其轻 对社会的未来的发展 对这个经济政策的走向 选择武统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力量 因为武统比起 回教党或者是这个国盟 它还是属于 比较有利益跟西方沟通 比较有利益跟企业界 或者是市场 这个配合的一个体制 一个政党 当然现在的确是 组成了一个和解的政府 或者团结的政府 因为西蒙跟国阵 过去长期是一个对手 现在算是有某种程度上的 一些小和解 但还不算大和解 是小和解 所以西蒙本身 要做出一些 这些让步跟妥协是必然的 比如说在组阁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一些关键的部门 是会让给武统来担任的 或者是说这些重要的部门 它的人选需要获得武统的认可 那么这些可能就是在 政治的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都需要经历过的这种协商 跟让步 有了国阵的加入 西蒙他们现在组成的政府 有没有可能会重蹈负责 重复2018年的错误 比如说华社很关注的 兑现承认同考的承诺 导致两边都不讨好呢 那么这一次是西蒙人 第二次加入政府 或者是这个有机会执政 那么有了第一次经验 应该是一个很宝贵的体会 我相信西蒙人这一次执政 它会走得更加稳重 或者是更加务实 那么第一点就是 这个新的政府 它没有 Mahati的这个角色 那 Mahati由于年纪太大 或者是有它的偏见跟估值 它是比较难以改变它的思维的 所以当没有 Mahati存在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可能就比较容易解决 或者是比较容易得到这个舒缓 那第二就是有的过去 这个执政失败的经验 因为第一次执政 西蒙算是失败的 所以会更加了解体制里面的局限 体制里面有什么管道 有什么空间 但是也有什么难以跨越的一个瓶颈 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 那么第三点就是 执政失败的经验 也会让希望你们了解到 征权的稳定不再以满足 少部分人而是要让 更大多数的人感受到 这个社会跟政治的安全感 或者是说要让更大多数的人 对这个征权有信心 那你就不能够只是满足 以少部分人的诉求 而且执政或者市政 它要有先后的顺序 特别是在一个政治转型的阶段 它要有优先的顺序 那么现在优先的可能是大家期待 经济的稳定 民生政策的改善 甚至是一些政治体制的改革 而不是说马上就处理一些认同的问题 或者是族群的一些利益 比如说这个统考 或者是如果我们回想 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是有没有有突然间提出 要签署这个ISER条款 罗马规约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不能做 而是说要等到这个政府 稳定了巩固了 或者有足够强大的支持 那么才可以有条件去慢慢推涨 那么优先顺序 是需要好好的去部署的 你要先做第一项第二项 还是要把后面的一些议程 马上提到前面来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西蒙执政 会吸取过去的经验 社会也开始理解 政治转型是非常复杂 暗流汹涌的 所以社会也要变得更加的成熟 来理解这个争局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华人社会也必须要摆脱那种 政治巨硬 政治巨硬的那种姿态 或者是在政治上不成熟的那种个性 来好好的为这个民主转型 巩固或者是护航发挥这个护航的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你 你对于现在的联合政府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联合政府的组成 或者是这个选举顺利的落幕 然后也完成了组阁 它意味着我们马来西亚的民主软着陆 或者我们政治转型软着陆 它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顺畅的soft landing 然后也会让我们这个政治转型 不会中断 没有被打断 现在如果这个选举的结果 最后是由国盟来指正 那么很多过去几年 逐渐取的一些小成就 可能就会倒退 所以这个选举结果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国人大部分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政治体制的转型的阶段 或者是民主化的阶段 当前当然我们面对很严峻的经济的压力 通过膨胀的压力 但是要解决这个经济的问题 或者经济要重新成长 重新的有经济上的一些起色 它是要耗很大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的 因为经济的转好 或者经济上的一个气氛的改变 它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可能一年可能两年 更重要就是说 你要看到经济有成长 经济有改善 它也取决于国际环境 或者外围的环境 不是个别一个政府 可以马上主导的 所以经济的成长 或者经济的改善 虽然是现在这个政府的 一个优先的一层 但是我觉得 在政治转型的阶段 政治改革 是比经济改革 更容易做到的 政治改革 是更容易落实的 因为政治改革 特别是一些体制的改革 它只需要修法 或者修改宪法 只要各党派同意 解决一些模糊跟争论 你修改一个法律 你修改一个宪法条文 一些政治改革的举措 就可以完成 比如说 政治现金的法案 或者是说 总检查署的委任 等等 那么如果你政治改革 起步做得好 起步能够给别人 有信心 或者感受到 这个政府是有作为的 它也会反过来 会强化投资者的信心 外资的信心 因为经济的成长跟发展 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或者是它需要更复杂的 一些技术问题 技术官僚去解决 可是政治改革 相对容易 相对可以马上见效 当你政治改革 取得一个好的开头 好的起点 它会让整个气氛 社会的气氛 有一种信心 或者是改观 那么对你下来 要推动一些 经济政策 或者经济的转型 就更加有利 比如说 如果下来这个政府 它面对财政的困难 它要重新实行 GST消费税 那么这个 就要营造一个 良好的政治气氛 或者要有一个 良好的社会 这个观感 它是相信这个政府 是会善用GST的 那么这个政府 就可能要开始 做一些 比较得到 社会认同的一些 举措 例如说 抛出一些 比较重要的 或者是比较进步的 政治改革 那么完成了之后 这个社会的气氛 就可能更加乐观 或者对政府 更加信任 那么你下来 一些经济上的 一些调整 它即使有一些 阵痛或者一些 经济上的 一些付出 一些短期的 一些利益 它可能也愿意 承受这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说 两条腿走路 除了中心经济的改革 或者是成长 也要逐步完成 一些政治体制的改革 因为现在这个过程 你要做政治改革 相对比以前容易很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每个阵营 都知道 他们随时可以下台 也随时可以 可能会做政府的 所以要趁这个机会 先把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 矛盾或者是障碍 或者体制上的一些 不明确的部分 把它重新处理好 修改好 否则以后当你 做反对党的时候 做在野党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 一些制度上的困扰 因为现在每个人 每个党派都可能 随时执政 也可能随时下野 所以大家应该要有 一个更加平等的 一个平台 一个更加合理公平的 一个竞争的游戏规则 先把它做好 这个游戏规则 做好之后 以后谁来执政 谁做在野党 可能那个落差 那个伤害性 没有那么大 所以现在 其实每个党派 都更有意愿 去做这个政治改革 因为它没有说 偏向哪一边 或者是 过多哪一边的利益 对彼此 对双方都有利的 你把游戏规则 做好 那么以后 谁来做政府 你就不用担心 会受到压力 受到迫害 非常感谢潘永强博士 今天抽空 来为我们进行 即时点评 那更多关于 马来西亚政治局的 最新进展 以及即时报导 敬请大家 关注KinneyTV的 面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